The Colombo Port City was launched in 2014 as the larges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ri Lanka 中國官媒通過動畫展現 壯闊的港口城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力推大國外交的一帶一路 看似將讓斯里蘭卡首都 可倫坡成為未來之城 實際上卻讓這小國深陷債務泥鬧 斯里蘭卡自去年開始不僅外匯存體用盡 國家信用更被評為垃圾等級 現任總理馬辛達就任總統十年 用中國資金推動基礎建設 但到2017年因為難以償還巨額貸款 將港口租建給中國來償還十億億美元 沒想到後來又再度延長 將港口租租中國長達一百九十八年 然後來賺錢 例如說來貨運來賺錢 或者是作為軍事的用途 所以這種一帶一路方式 事實上是引發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 債財高族 那很多建設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也被外界質疑 透過建設很多的執政者 拿這個方式來貪污 因為很多的工程團他可以從中抽成 但是所有的債務最後是由全民來承擔 一步步走入債務陷阱的還有寮國 為了建造中寮之間穿過陡峭山脈的鐵路 寮國不得不向中國貸款四點八億美金 沒想到前年瀕臨破產 國家信用等級同樣被平為垃圾 寮國只好以六億美元價格交出部分能源 這些都發生在鐵路還沒開始營運之前 包括蒙特內哥羅 哈薩克 肯亞等小國同樣深受其害 這回拜登帶頭發起G7全球基建計畫 要向開發中國家 挹注十七點八兆新台幣資金 目標就是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 避免債務高足國家 將港口等重要軍事設施 拱手讓給中國 中文用錢跟糧食拉攏第三世界國人 主要是要在政治上做一些表態 就是說如果我們接著要幫你還錢 那你會來是不是要跟中國保持距離 或者說政治上要跟它保持距離 這個等於是他們考慮的一個原因 他會受到遏制 但是他會反遏制 中二的協作 好 我今天你不接受我一帶一路 但是我有更大的我糧食跟這個 糧食跟能源 那所以到時候可能就用這個東西 來跟一帶一路做有效的結合 中文用錢跟糧食拉攏第三世界國人 西方國家同樣要砸錢 避免小國財務繼續依賴中國 北約國家與中俄的抗衡 因為烏爾戰爭更加壁壘分明